泥水几秒之内吞灭绿色农田 农民作物付诸流水 河北卓州主要干道变成河道 淹水最深达12公尺 整个河北旭致洪池区大水要退 官员说恐怕还得等一个月 而且预计还有三到四亿立方公尺的水 即将过进卓州 紧急时刻运送株汁的货车 成了卓州百姓的诺亚方舟 破纪录暴雨连下一个星期 截至三号河北省已经紧急撤离 超过123万人 当地从7月27号开始累计雨量 比一个中型水库的总容量 还要多出两倍之多 天灾已经够惨 却还有人为泄洪 中国官方否认是为了保北京 但河北省政府这幅标语 大大写着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 看在灾民眼中格外刺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